同学们好,我是赵博士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著名的几何不等式 埃尔多斯·莫德尔不等式 在三角形ABC内部有一点P 做P到三边的垂线 PDPE PF 那么我们有不等式 PA加PB加PC 大于等于两倍的PD加PE加PF 这是一个著名的几何不等式 他首先由1935年埃多斯提出了这样一个猜想 然后两年之后 莫德尔给出了第一个非常巧妙的证明 这个不等式本身也非常强大 它对任意的三角形 任意的点P都是成立的 等号当且仅当正三角形的中心时成立 那么这样一个不等式的证明也是精彩分成 出现过很多非常精妙的证法 在这里我们介绍四种这样一个不等式证明并不容易 因为有PA加PB加PC这样三条线段 一种思路就是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也就是说分别对PA、PB、PC进行放缩 让它们大于某个某个式子 然后加起来之后 还大于两倍的PD加PE加PF 为了表述方便 我们设APBPCP等于XYZ PDPEPF等于PQR 首先这一种证法是由莫德尔最先给出的 然后2Miles也给出了一个非常近似的思路 那就一起讲了 比如说考虑PDCE4点 因为是垂线所以这4点共圆 然后PC是圆的直径 这条线段DE它等于PC乘以3C 于是我们可以把定义拿出来做文章 具体的正法是连接定义 然后我们利用余玄定理 较EPD等于较A加上较B 然后DE的平方等于P平方加Q平方减去2倍的PQ乘以cosA加B 那下面一步是非常巧妙的一个配方 并且利用三角函数 把cosA加B展开 是两个cosAcosB和3A3B 然后再利用cosA加3A平方等于1 这样一个式子竟然能够神奇的配成两个平方 然后它大于等于P乘以3B加上Q乘以3A的平方 也就是说 DE大于等于P乘以3B加上Q乘以3A 所以Z大于等于3B除以3C乘以P 然后3A除以3C乘以Q 同样道理 我们可以得到三个这样的放缩 然后各个击破之后 再把它们相加 那这样一加的话 利用一个平均值不等式 sinB和sinC除以sinB相乘之后 是等于1 所以它们相加是大于两倍的P 那同样道理 我们有两倍的PQR 所以命题成立 第二种证明方法用面积法 也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思路 比如说先对x做一个控制 但是利用不同的几何辅助线 我们做AB撇等于AB AC撇等于AC 那么如果我们连接这种相关的线段 三角形ABC全等于三角形AB撇C撇 所以BC等于B撇C撇 然后面积是这样 我们考虑AP乘以C撇B撇 这样一个乘积乘以二分之一 它大于等于三角形ABC撇和APB撇两个三角形的面积和 从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关于X的下界 具体证法 做如图所示的辅助线 二分之一 AP乘以B撇C撇 大于等于 APC撇的面积和APB撇的面积 那因为这里正好是垂线 所以这两个面积就等于 二分之一R乘以AC撇 加上二分之一Q乘以AB撇 也就是说 X大于等于 AB乘以R 加上AC乘以Q 那这事实上跟之前的 三引A三引B 那样一个不等式是等价的 同样道理 我们可以得到三个这样的式子 相加之后 利用平均值不等式 得出一个两倍的系数 所以说 这是本质上相同的一种证明思路 但是用了完全不同的证明技巧 那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正法三 正法三 本质的思路还是一样 各个击破 然后做出一个类似的放缩 但是 它的技巧 让人觉得 叹为观止 首先 正法三 做辅助线 做这样一个 四点共元 AKPL 并且 这样四点共元 要求 KL平行于 BC 然后在这个四点共元里边 利用 托勒密定理 那 辅助线 做出来 具体步骤是 首先 在AB上 找一点K 使得 较APK 等于较C P 然后再做 KL平行于BC 那 我们容易证明 AKPL是 四点共元的 由于平行关系 AKL 相似于三角形 ABC 然后利用 托勒密定理 AP乘以 KL 等于 AK乘以 PL 加上 AL乘以 PK 这样一个式子 不要怕它 因为 里边的比例线段 非常好处理 并且 KP 是大于等于 PF的 然后 LP 是大于等于 PE的 于是 我们就有了 两个 放缩 再利用 三角形的 相似 AK 比上 KL 那实际上 它就等于 C比A 然后 AL比上 KL 就等于 B比A 我们同样得到 X大于等于 A分之C 乘以 Q 加上 A分之B 乘以R 那之下的 之后的证明 就完全一样了 正法四 也是 非常精彩的 我们说过 埃多斯 莫德尔 不等式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 不等式 为了证明它 我们构造出一个更强的 不等式 主要思想就是利用垂线段最短 也就是说 P到三边的垂线段 找一点不同于垂足的点 然后证明 三条线段相加 大于等于 三条垂线段 那么这一点 可以取作 三个角平分线 也就是说 做三个角平分线 BPC CPA和 APB 做完这三条角平分线之后 我们事实上要证明 它们相加乘以2 是 小于等于 X加Y加Z的 那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用 一些代数的计算和 比较重要的三角不等式 这个 所以说这个证法 不仅是构思巧妙 对技巧和知识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设 PR PSPT 分别评分 较BPC α β γ 然后 较平分线 记作 UVW 根据较平分线 长度公式 PR 也就是 U的平方 等于 PB 乘以PC 减去 BR乘以CR 那 第一项就是 Y乘Z 然后 减去 利用正弦定理 BR是 三引二分之二法 Y 除以 这样一个 三角函数 然后 乘以 三引二分之二法 Z 除以这样一个 同样的正弦函数 它 小于等于 YZ 减去 YZ 乘以 三引平方 二分之二法 那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YZ 乘以 cos 平方 二分之二法 然后 再开方 根号 YZ cos 二分之二法 所以 我们得到 两倍的 U加 V加 W 小于等于 两倍的 根号YZ cos 二分之二法 加上 根号 ZX cos 二分之 β 加根号 XY cos 二分之 γ 那 这样一个 不等式 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三角函数不等式 它的证明也不是特别的困难 利用 α加β加γ等于 360度 我们可以证明 不等式的 右端 小于等于 X加Y加Z 那具体细节 在这里不讲了 好的 埃多斯 莫德尔不等式的四种精彩正法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